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信徒说 只要有信心祷告 神必定医治疾病 而他们也常引述雅各书第五章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读到这段经文时 人或许会有些疑问 只有教会的长老 有特殊的医病的信心吗 其他人没有吗 为什么要用油来抹那病人 那油有什么属灵含义呢 出于信心的祷告 一定会叫每个病人得医治吗 若祷告了但病未得医治 是不是说祷告的人不够信心呢 首先 只有长老有特殊的医病之信心吗 如果我们看雅各书五章 那里不但提到长老的祷告 也提到肢体为彼此的代祷 这些祷告若是出于信心 都可以救那病人 尤其当雅各在劝勉信徒 要互相代求后 他就提到以利亚先知 有效祷告的例子 同时他也说 以利亚是与其他人性情相同的人 也不过是凡人 是罪人 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但他出于信心的祷告 也是大有功效的 这也意味着 不是只有教会长老 才有可能会有医治人的信心的祷告 所以 也不是每次生病或每个病 都要请长老来祷告 当然 按理说 长老应该比一般信徒 更可能有信心祷告 但我们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祷告 或者也可以请 其他灵命比较成熟的肢体 为我们祷告 当然 如果人病到无法去教会 那他只能请教会的领袖去探望他 为他祷告了 但我们要认清的重点是 真正医治人的是神本身 不是任何所谓伟大的人 因为医治的能力 甚至人有信心为病人祷告 都是出于神的 所以 不是长老伟大 乃是神伟大 同样的 也不是高油本身 有什么特别的医治功效 但圣经所说的油 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经文说 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其强调是奉主的名的祷告 也就是 谦卑倚靠神的表现 才是那医治人的要素 并不是油本身 有任何超自然的能力 另外 人很好奇的就是 真的只要有信心祷告 每个病都会得医治吗 这是许多医治事工所宣称的 这样的理解 也让许多信徒 以为自己不得医治 是因为自己 或是为他代祷的人 不够信心所造成的 但我们从现实会看到 并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得医治的 不管人再有信心祷告 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延长寿命 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一个人在属灵 也不能担保他就不会有疾病 正如我们看到圣经里 蒙神使用的仆人 提摩泰 也屡次患病 保罗也可说是大有信心的使徒 但他也没能医治提摩泰 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爱主的基督徒病逝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信心 或是没有人出于信心 为他们祷告 因此人便问 雅各书第五章里的救纳病人 是指肉身的疾病得医治呢 还是灵力得医治呢 有些人在解释这段经文时 为了要化解其中的矛盾 因为经文明明说 出于信心的祷告会救纳病人 叫他起来 但现实中 我们也确实看到 许多信徒身体的疾病 并没有得医治 所以一些牧师就解释说 中文圣经所翻译的 有病和病人 在原文的意思 其实也可以指软弱 而救指的 不一定是疾病康复 乃是救人脱离 灵力的软弱和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雅各在经文中的意思 指的不是肉身的疾病的医治 乃是人的灵的医治 但是有很多的解经家 在看雅各的上下文时 都认为雅各的意思 明显是包括了身体疾病的医治 或许它不单只是指身体的医治 但它绝没有排除身体的医治的意思 但重要的 我们必须了解 神有能力医治 神有时也确实医治 但神的旨意不一定是每次都医治 经文提到出于信心的祈祷 而一个有正确信心的人 不但是相信神能够医治疾病 也更会相信神主权性的美意 出于信心祈祷的人会相信 神绝对不会向信他之人保留好东西 因为神必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 出于信心的祈祷 所信的不是自己一定会得到自己所求的 乃是信神的良善、公义和智慧 论到身体的医治 有时神确实会透过人出于信心的祷告 来医治病人 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 或我们所爱之人的病的医治来祷告 但同时我们当晓得 不是每个出于信心的祷告 都一定会带来人的疾病的医治的 出于信心的祈祷 并不是我们可以用来逼神 按着我们的意愿而行的一个工具 我们对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 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因祷告后 没有看到医治而灰心疑惑 其实更清楚的说 雅各书五章十五节的信息是 若是神的旨意 那出于信心的祈祷 才会救那病人 使那病人康复 这就如同当耶稣说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 我必成就 难道真的什么都会得着和成就吗 必然是只有配合神的旨意之事 才会得着和成就 弟兄姐妹 虽然不是每个人肉身的疾病 都在祷告后能得医治 但福音给我们盼望 有一天主耶稣终必把一切的疾病除掉 给我们一个荣耀而不朽坏的身体 而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唯有进入 新天新地时才会完全健康 但神在地上也已经开始 给我们预先尝到恩典了 所以若你们中间有人病了 仍然可以出于信心为他祷告 说不定神的旨意正是要医治那人 但既或不然 也但愿我们继续信任神的主权 美意与良善